肌肉似乎被淋出了 在外面之外 什麼? 超越控制 驚悚更盛 別相信任何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Tanya 蔡劍雅 這幾天剛看完了《沈默的雙眼》 非常的震撼 然後同時也很開心 又看到了我喜歡的女演員 Julia Roberts又出現在大一幕 然後這次非常難得 她飾演的這個角色 是一個被折磨 心裡被折磨 然後必須壓抑住自己的憤怒的一個母親 因為失去了她的孩子 然後在很多年一直在尋找著那位兇手 看了非常的心疼 非常的有感覺 那這次 我覺得也是一種緣分 新專輯裡 詩於這 有一首歌叫《一類的同類》 雖然講的不是在 講的故事不是一樣 但是我覺得 同樣的它是一種尋找 一種靈魂的一種尋找 在黑暗裡 在不確定裡面 希望可以 渴望可以找到 一個線索 一個跟你同樣的一個 那樣子的一個靈魂 異類的同類 那這部電影在11月20號 就會上映了 和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 到時候要多多支持 也希望你們會喜歡一類的同類 就有一次 關中國金融退 他老實說 都能找到整個生命 也能拆除了 有一個土管 但我也會ct 하지만 找他